香港藝術搜索頻道繼續在台北的報導 話說這幾天在台北有一個 暗立於盛的香港台北的行為藝術交流計劃 在這裡發生的 有一群香港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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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計劃 我們正正在台北市很悠閒的咖啡店裡 在享受咖啡 待會再過三十分鐘左右就會去寶藏癌欣賞一些創作 我們在身邊找到這次交流計劃的其中一個參與 是副交流計劃的Ricky Hello 你好 你好 請問你覺得這裡的咖啡是怎樣的 OK的 不錯的 你是不是接下來也會創作這兩天 是啊 我今晚會做一個作品 然後釞出實在 就是在南海藝術藝術藝術 recon 可以透露你是準備怎麼樣的程度 OK啦 應該沒有問題的了 今晚一早就 哎呀 你这兩天來了 chosen已三天了 交流的過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你體驗到的呢? 我這次可以在交流裡面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作品 看到很多其他人的作品 如果我沒有記錯,陳奕玲台北那邊的搞手 他都有說過他們之前或者很多時候參加的行為術節 很多集中就是做呀做呀做呀 可能少一些平台去研討的 這個分享可能也挺有意思的 是啊 關於你的作品,你會不會介紹給觀眾聽 你會做些什麼呢? 我今晚的作品就會是 我和一個很大的垃圾 黑色膠袋的關係 我給他的作品叫做反思 反就是反對的反,思是思想的思 就是一個人在一個這麼黑暗 這麼狹窄的地方困住在裡面 他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 透過我的聲音動作在裡面表達出來 還有呢,就會有一個進展的感覺在裡面 就是由一個很激 裡面,亦至一個很平和 過程裡面,發生的過程裡面 是怎樣把它演繹出來 好啊,麻煩我們今晚會再看你的創作 好啊,今晚你看完就再給我一個意見 好啊,不要這麼說,我給我一個意見 但是如果大家觀眾有興趣 我知道Ricky其實在香港有時候都會有不同場地做演出或者作品 是嗎? 是呀,是呀 你可以GoogleRicky,謝偉琪 是嗎? 是呀,多謝的謝 是呀,如果要看我的東西 我想你試一下介紹莫超瑜他們的網 另外當然要看我們交流 今次交流計劃的香港主辦單位 是呀,莫超瑜老爺他們那邊的CCCD 嗯,還有今次的訪問就要入你們的那個網頁了 那大家都可以再找多些資料去找 好,謝謝 好,多謝